就如同刚刚新美市长侯友宜说的 现在谈这个是不是还太走了呢 因为双北依旧是列为中高风险 加上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例不明感染源 也让清零变得越来越困难 医师建议了 目前阻断隐形传播链最好的方法 还是得要针对指标个案 快速的匡列接触者才可以控制疫情 同时针对儿童的部分 医师也有特别提醒 美国发现儿童确诊数持续在上升 但是都出现了非典型的症状 而且有部分的人会先出现肠胃到不舒服 才会出现呼吸道症状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家长 务必要特别留意 在平均现在大概一天差不多一个 不明感染源 即使疫情降为二级 部分指引逐渐松绑 但身为高风险的双北 可一点都放松不起来 台北市分析近三个月确诊者的症状 4892例的确诊者当中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境外移入无症状 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二 且多数都是在年轻人身上 社区的隐形传播链 也让清零遥遥遥无奇 也就是因为无症状 所以任何的指标案例 针对第一圈跟第二圈的匡列 尽快去让这些病毒不至于外溢 其实抗体的部分 乃至于家人的监测 都可能会需要去加速进行 事实上受到威胁的 不只是年长者和成年人 美国疾病管制局也发现 从去年三月起 美国儿童染疫人数不停增加 甚至有一成确诊的儿童 出现肠胃道症状 比呼吸道症状还要早 医师也提醒目前新冠病毒出现的症状非典型 有时和其他感染性疾病相似 建议家长如果小朋友有相关的接触史 同时伴有疲倦感就要尽速就医 华尔新闻 莱雅 张道勇 提供报道